踢手專制 爭取自由 促進民主 改善民生 維護民權 身害百年華滄桑 主持 麥葉成 謝二芳 主持 麥葉成 謝二芳 回到第三節 八年華滄桑 拜仗台 前兄請說 什麼是拜仗台呢 當時所謂拜仗台 要講一些背景 拜仗台這件事是跟王兄 和當時武昌首爾成功後的大都督 黎元洪之間的事情 大家都知道黎元洪在武昌首爾之後 被當時的新軍拉出來做大都督 就是當時湖北省政府的領導人 當時只是一個地方 武昌城 於是當黎元洪做了大都督之後 當時革命黨人也馬上通知其他在全國各地的革命領袖 包括第一個通知的就是王兄 王兄一聽到之後 哇 很開心 馬上就從海外立即 好像當時在香港 在香港 馬上就走到武漢那裡 支援 呼籲支援 他還沒去到武漢 那些新軍都很厲害 然後武漢攻陷了漢口 又攻上漢陽 佔不佔你 武漢三陣 威鳳 武漢三陣即是武昌 漢口和漢陽 當時他去了武昌之後 人們就熱烈歡呼他 但是所謂天無二日 外面有清兵包圍 沒錯 天無二日 文無二王 他跟黎元洪之間 誰是頭呢 革命軍的正路就是王兄是頭的 實力來說 王兄是秀才出身 他讀的也是師範大學 喜歡軍事 但還沒正式受過軍事訓練 怎樣去打一場大規模的仗呢 當時王兄都盤算之中 而且在當時武昌首爾裡面 很多新軍 他們的領袖 都是黎元洪 在名義上 清朝的編輯裡面 都是屬於黎元洪的部隊 黎元洪真的是科班出身 對 他是科班出身 雖然是海軍而已 剛才有些網友留下了 選管會的諮詢會地點在哪裡呢 灣仔廣灣道 25號 海港中心 10樓 海港中心在哪裡都沒有人知道 10樓 下午2點半舉行公眾諮詢大會 再說一次 灣仔廣灣道 25號的海港中心 10樓 6月9號 2點半 真沒人認識 老友 香港政府真是做點事 我才以為 扔少少錢 你不知道 租過會展嗎 會展租房子 2萬元就可以了 座位可以坐幾百個 老友 不過其實如果從好的想法來 其實會不會它怕不夠爆 海港中心容易爆 這裡好像有四百個位置 但是會展的那裡是起碼五百多 還有兩萬元而已 那這個還挺呢 你堂堂政府 特區政府 沒有錢給那兩批東西 不搞錯 擺明就是方塞塞的 隨著邊邊博人不懂得找 不過海港中心也挺難找的 在哪裏上講我也不熟 我猜到應該是會展附近吧 沒錯 會展附近 會展附近有很多樓 是啊 入口在哪裏 真是不知道 大家也知道地點了 海港中心10樓 6月9號 下午2點半 大家就逼爆它 罵爆它 罵爆它呢 哪有時候罵下面去 那條路也坐下了 剛才那個拜仗台講完了嗎 還沒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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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剛剛講背景而已 繼續 黃興就去到武昌 黎元宏自然歡迎他 但誰做頭呢 黃興真是很偉大了 既然這樣就給黎元宏做大嘟嘟 大嘟嘟 是不是 那黎元宏又很厲害 既然黃興是革命領袖 不錯了 那怎麼搞呢 黎興 登壇拜仗 當然 搞一個隆重儀式 因為外有清君 大哥 是啊 隆重儀式 當然是打個鵬 好像做大戲一樣 整個台 整個台 然後就拜黃興為這個 戰士總司令 明義就拜 當然不是莊香那一隻 但當時要祭告天地 真是祭告天地 祭告天然師皇帝 然後又騎又劍 黎元宏又耍了一些小手段 他耍了什麼手段呢 這個通常大家都覺得 例如他大嘟嘟 當時軍政會大嘟嘟 黃興又拜大將 作為戰士總司令 身份就似乎黃興 好像很威風很大 但實際上 黎如虹可能看歷史多 清官 清官出身 可能想到劉邦和韓信關係 一樣 飛不上手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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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我比你大 我給你的 我給你的 給了什麼給他 給他一些旗 給他一些旗 給他印 碎印 令旗 令旗 那是真的 黃興被人拜了仗之後 那就慘了 出去打仗 出去打仗 揚夏之戰 就由他震前督師 打了兩個人 沒錯 黎元宏去哪裡呢 他大嘟嘟的話 坐在武昌城 在武昌城 指揮若定 兩個都是肥一點的人 反正利用中肥 坐在裡面 什麼一打就 清軍實在太厲害 當時清軍 那個北洋軍 正常的部隊 過關出身 也有當時的現代武器 現代武器很厲害 德國大炮 厲害 厲害 他當時是哪個領軍的呢 就是由北洋三傑之一 馮國章領軍 厲害 厲害 還挺的 打了兩個月 就輸了 輸了兩個城 兩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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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一個武昌 所以在這裏出現一個問題 當時輸了 當時就 還有一個好東西 就是上海光復 這個很重要的 但是因為這樣的關係 於是王興就離開了武昌 去了上海 也因為這件事 於是後人 有些人就說 王興就是 林鎮逃脫 林鎮逃脫 主張放棄武昌城 然後自己東走 這個可能是戰略 或者怎樣也好 無論怎樣也好 都是一個 始終在歷史上 懸疑一筆 是啊 沒錯 至於歷史上 另一個懸疑的一筆 就是 謝兄李的宋家瑜 宋家瑜 宋家瑜 宋家瑜其實就是 用電影的畫面來講 他一出場 就死了 但是 他相當英偉 挺帥氣 他三十多歲 最後死了 他就是國會派 他又出場 03年出場 和王興 05年見孫雄山 然後就 然後就 南京光復又有一款 最後他就 可能看樣子 像是讀的番書 是 是啊 沒錯 他是留學東京的 他是科班出身 這個科班不是軍隊 而是 他是讀政治出身 標準的 政治 政治是畢業的 不厲害 所以當時國民黨 要參加國會選舉 最後都推了他 做領軍 領袖 是的 其實當時說 因為 湘山讓位 被袁世凱 其實當時國民黨內部 都想一些方法 因為 其實國家的體制 還沒談到 沒錯 大家的理解上 中國人說 皇帝最大 轉個名字 袁世凱說 喂 我做總統就是轉個名字 這是我最大的 但問題是原來有國會的 不記得原來有國會 要搞國會政治 要搞國會政治 多擋政治 宋家人力速多擋政治 一選舉之下 國民黨當然會贏 大勝 當時孫中山領導國民黨 當然會贏了 是的 好了 贏了 根據制度 應該是祖國 國會的大多數 就是祖國 正如 祖國 怎麼辦 袁世凱說 我怎麼搞 不要內閣總理 哪個權大一點 當時呼聲最高宋教人 因為他去聯絡黨員 親身接觸當然會好過 孫中山只有領袖的名義 對 他可能很多國民黨黨都沒見過 但是宋教人不同 他逐各做了接觸 去遊說他們 什麼叫多黨政治 國會怎麼改選之後 黨員最多的就是祖內閣 選總理 之如此 但好像這些 完畢其實是一頭霧水 完畢 完畢 總統就等於皇帝 最多臨時大總統 跟著有個總理 唐超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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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中文國第一任總理 這個也是自己的老友 把總理當自己的秘書長 因為他當時沒有概念 對 正當這個 想著 好像歐洲一樣 內閣制 想著組織內閣政府的時候 被人暗殺了 在上海車站被人暗殺 其實暗殺之前 其實也要談一談 當時國會討論 國家體制 總統制 內閣制 當時都爭論一輪 是 爭論一輪 最後爭論是 完畢應該是總統制 是吧 完畢當然是上總統制 因為他是總統 但當時其實梁啟超 他們都贏了 他們也有部份進了 是 總統制 因為一開始 梁啟超 就是 康悠懷的觀念 是皇帝的 他們沒有政黨政治的概念 對 總統應該是最大的 其他人 所謂國會只給總統 總統不聽就不聽就不聽 聽就不聽 總之 觀念就是這樣 什麼時候投票 總統人家輸了 當然是國際 國民隊贏 宋教人是國內閣制 限制 限制 限制著總統 對 變成就行詐欺內閣 這個也促成了 宋教人被暗殺的一個主要原因 3月20號 宋教人被撤殺 是 那為什麼破這案子 也很奇怪 其實也搞事 宋教人被暗殺 當時他有個總理 那位趙總理 趙炳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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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當時人家說 喂 抓到兇手 抓到兇手 兇手又死了 兇手又死了 兇手是什麼人 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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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兇手很怪 他的名字叫武士英 實際真名叫吳福明 是 他去畫名字 這些死時 那些 20號被刺殺 3月23號 出現了什麼事 有個古董畫家 這些字畫商 叫做黃亞法 在英租界 報警 他說 喂 前一陣子 有一個人叫我去看字畫 那個人是巡查長的 叫應貴卿 是 他叫我去他的家 實際上去到 他又不是叫我看字畫 他給了一千元 還有給他賞我 叫我搞定 這個送家 賞中仁 賞中仁就是剛才那個 送家仁 不用了 大佬 一千元那麼少 我正當商人 叫我找些人去搞定 我當然不用了 好了 3月24號 這個 因為他這樣 他拿了照片 給他對 去報警 對人對樣 一對對組 當然那個兇手 叫做 武士英 是啊 其實都說回給大家聽 上海火車站 被刺殺地點 就上海火車站 梅艷芳 以故認識梅艷芳 拍一個手錶廣告的火車站 沒錯 那個就很有味道 人來人往之下 人來人往 送家人下車 明白嗎 但那時候已經不是一個 落國總理 明白 查一下查一下 查到這個 國務總理 趙秉坤剛才提過 那個秘書 秘書叫洪術祖 嗯 去到他家裡 找到很多電 那些電報文 是 那好了 找到一篇 就是 叫做 偉送籌勳 商道 就機移 妥籌辦理 他說 搞定了 就 銀子 也有 分銜 都給你 那就行 就是說這裡已經有一個 暗殺的復筆在 好 那他另外 又有另外 因為對比 他到兇手家 還有那個 武士英家 是的 武士家 武士英家 和這個洪術祖家 兩個電文的對比 還有電報局 本身也有紀錄 對比之下 他們兩個電文 就發覺 對了 武士英是被人指示的 背後有黑手 應該一直追查 所以說 武士英那個也是死了 然後 侏查的過程 始終又怎樣 要死亡人 死亡人 死亡人 武士英就被人捉了 捉了之後 他說 喂 那些東西 都是別人指示我的 他這麼勇敢供出來 他不供出來不行 因為 證據確鑿 其實對一個問題 當時 宋家 雖然對 國民黨 當時 原諒的勢力很大 但是 餘量很厲害 是的 受傷的人 又在租界 死亡租界 拘捕那些人 又在租界 那當然 跟租界談 跟租界談 租界談 要拿他們來北京審 是的 你在自己地方審不得到 你在租界怎麼審 就是 假扮你這個 什麼叫做 移交手續 過程中又 根據引導條例 他們回來北京審 混在北京的大牢裡面 原來還衰 還蠻 還蠻 結果武士英 吃了一些饅頭 即是他混在北京的監獄裡面 準備拿來提審 當晚就吃了饅頭 死了 死了 哇 真的很嫌疑 數一下數一下 沒有了 只剩下趙總理 又是趙總理 吃完饅頭 死了 好像也斷了 好了 應貴卿 就在劫獄 一次劫獄 就走了 即是 另一個人證又沒有了 走了 走了 去了青島 好了 國民黨就知道這件事 當然要吵 大佬 舉國嘩言 大佬 一定要抽出黑酒 你殺了一個宋教人 那我們怎麼辦 好了 呱呱吵 要發出公開信 要平反冤獄 要求 袁世凱實踐 怎樣去抓人 好了 好了 整得兩整 這個應貴慶 又在青島走回來 北京 跟袁世凱拿錢 他說大佬 你答應我 即是有籌金 有錢 還有分銜 這樣就好了 爭取了很久 結果 錢給他 分銜不給他 英貴慶 當然是慶了辣雞 我兩樣都要 你只給了一件 我當然不行 出資 他說這樣 以後誰敢跟你辦事 是 是 都 都不信 走了 結果 他也是 又被人暗殺了 會不會是什麼呢 會不會是錢給得不夠呢 錢夠的 錢夠的 沒有分銜 他要分銜 就是要名 最後問題是死 也有問題 因為整個宋教育案件 最後牽連到最後一路上去 就是那個 當時的樂國總理 趙炳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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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都要 因為輿論吵得很厲害 每個人都跟他 查一查 跟他有關係 最後他又 沒辦法 趙總理也下台 就辭職 也是回家 回家之後 都死了 又被人暗殺 又被人中毒 七孔流血 七孔流血 死了 整個過程 已經死了 總理死了 剩下的就是元大總統 因為實際上受益的是元大總統 因為宋教人死了之後 元大總統就沒有什麼牽制 所以有瓜田理下之下 於是人們就一定懷疑是元世凱 但未必是元世凱的 不過當然很多人說很多的話 特別不同的政黨和黨派 當時在民初時代又混亂 但無論如何角度去看 元世凱最大的阻力 就是一個 就是國會 最大的阻力就是國會 國會最大的阻力就是宋教人 國會最大的阻力就是宋教人 其他那些全部都俗稱叫做豬仔議員 遲些就叫做豬仔議員 就是收錢投票 所以在整個過程之下 其實元世凱就真的走不掉 當時大家都有很多疑惑 可能元世凱 有可能是王兄 甚至有些是陳其美 甚至是孫中山 主事很多這些 但是整個元宋教人 元案 最後的發展 就是因為特別是元世凱清帝 最大受益人就是元世凱 第一個最大的受益人 和宋教人發生之後 當時宋先生就主張 哇 這件事是元首一 你做的 那之後決定是 推回去 其實還有一個人 還有一個人 叫洪術祖 是 洪術祖 都是整件事裡面的幕後人 就是床鏡人 是 那洪術祖 就是 給 因為他 他是什麼人馬呢 原來是 袁世凱是一七九尺 他是其中一個妾的大仔 那 好了 不是姓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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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妾的大仔不是姓元 你知道這些 不是 那個妾的 不是 那個妾的大佬 大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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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就是 都被這個 被元世凱收買了 是吧 正路的 親家來的 幫媒夫嘛 對 沒錯 義無反骨 兩揭插刀 那就是 這個 宋教人的兒子 一定要把這個幕後屋手 抓出來 勝處法 但是 你知道 我們元大總統當時的勢力很大 沒錯 又推了他去青島 結果他偷偷地衝掉 回來 拿錢 去上海 去上海 這些二世組 真是沒什麼用的 結果因為財務糾紛 被人捉了 去了這個 在公共租界 被秦捕房捉了 又被 在上海國民黨的人 知道了 他 還了錢 結果在上海還了錢 出去的時候 就被這個 宋教人的兒子 宋鎮女 和宋教人的秘書留霸 一手 抓住 是 說他是這次的送案的幕後指示 幕後指示人 游滴了他去這個 這個地方檢察廳 指示殺人 是 1919年的3月27日 經過大理院 判死刑 洪術祖 當時 臨死的時候 當然是呼冤 他說 我只是聽大總統的說話 大哥 你幹什麼殺我 所以 這裏當然 後世很多研究 又說 又跟陳其美有關 又跟孫中山有關 其實事實上 這些全部都是有歷史可根可據的 他臨死又叫大總統 就是不救他 關我什麼 你不應該殺我 就算殺我 你也要抓這個大總統 所以 理論上 跟陳其美 跟孫中山 應該沒有什麼關係 當然 後世有很多 很多穿著附會 無論怎樣說 當時國民黨真的做了一個動作 就是宋教人死了 然後就發動土園運動 是 不過可惜 那次我們俗稱為二次革命 是 因為事實上 原來是軍力太大 輸了 失敗了 還有孫中山 王興 每個人都要 東到日本 整個革命的 走向一個低潮 這個低潮 歷史上也有很多人說 第一 第一 袁世凱 在國會上 搞定了宋教人 是 國會沒有敵手 第二 在軍事上 做一個適當部署 是 因為事實上 在民國 1912年的時候 民國成立 其實本來就是所謂 南不開戰 是 孫中山不讓位 袁世凱就拼下去 但是最後 孫中山 就讓位 答應讓位 他就做了所有事情 但是小時候發覺大總統 做得不過癮 權力也還有 長江以南 基本上 都是南方軍的勢力 就是革命黨的 前身的力量 前身的力量 很多所謂都督 都是新軍的領導人 革命黨 是 所以整個南 以長江為界 基本上都是國民黨的勢力 是 在這個情況下 也是宋教人案爆發之後 可能袁世凱也都計過 大家在歷史上都要看 他是心謀怨倫 掀起國民黨對他的不滿 或者引起武裝的衝突 接著他就借了一些衝突 然後就統領 對北洋系統軍力 正式去南征 在整個過程 正著二次革命 就是清一色 整個中國大地 都是原始的一個勢力 是 於是他又屬下一死 然後就消滅了國民黨 議員又不敢出聲了 不敢出聲了 議員那些都沒有事 每個人都在北京 是 然後他就開始發脾皇帝大夢 沒錯 埋向族皇帝 其實這裡有一點補充 因為當時二次革命的失敗 其實有一個很主要因素 就是當時袁世凱 就問了其他國家借錢 即是五國財團大貸款 已經借了錢 所以軍力和量項特別複富 這是第一點 第二點就是二次革命 基本上有很多國民黨裏面的人 其實都是議論紛紛的 包括你剛才說過 究竟王興和孫中山 對於是否需要二次革命都有分歧 第三點就是當孫中山先生 二次革命失敗之後 其實袁世凱禁了國民黨 就是不讓國民黨再活動 於是當時國民黨裏面很多人 有些是意志消沉 有些是別投他黨 有些是被袁世凱收賣了 所以促成了孫中山先生 在東京成立中華革命黨 其實是看到名字 在國民黨 再革命 對 國民黨裏面是政黨 革命黨就是革命為主 所以就要以領袖制 效忠自己為最高的黨紀 然後才繼續進行賭元民黨 死心相除 所以要你打手之刃 沒錯 所以其實見到整個過程來講 就好像以前的敵血為民 沒錯 看到孫山先生在革命裏面 他所付出的路途 其實是十分波折的 也看到中國走上共和 其實是不容易的一條路 真的不容易 走到今天好像還沒有共和 所以六四要再去維園 六三要包圍中聯辦 所以中國都頗坎坷 尤其是近百多年的歷史都很坎坷 我們一直說下來 整個新海革命百年 真是滄桑 沒錯 無論是革命也好 到共產黨最後叛亂也好 整個歷史都是不斷戰爭 中國沒有了 進入了共和時代 其實是有很多不穩定的因素出現了 這個也使得中國的民主路 其實是很崎嶇的 是的 接下來是六四 我們大家都 共產黨很熟悉 都罵得很多 不過我們是需要說孫中山的聯俄用共 又說說共產黨 我們應該下一節吧 因為共產黨是很厲害的 他正是聯俄聯共 他們的說法 其實我們國民黨的政策是融共 是吧 一聯共就好像 包容 各父是包容式 所以就是 共產黨一直宣傳是聯俄聯共 這個說法完全不對的 整個政策就是聯俄融共 日後都會講到的 怎樣聯俄怎樣融共 今天節目都差不多了 下個禮拜二再會了 請大家六月三日去包圍中聯辦 在這裡跟大家說聲 拜拜 拜拜